简单来说,做夫同子就是日本的福神之一,他会以小孩子的姿态附在家中。 传说,只要有做夫同子在,家族就会凡胜,但是只要你一不小心得罪他,他就会马上离开,导致你的家族衰败。 所以有的家族会请法力高深的法师,以结界困住做夫同子,控制他的自由,好让家族富贵永久。 大千世界,无奇不有,欢迎收看惊奇档案。 做夫同子的起源有两到三种说法,日本民俗学者佐佐穆希善认为做夫同子是在家里被杀害,并埋在地板下的小孩子或婴儿的灵。 这是因为日本古代东北地区曾出现一连串的救杀事件,当时为了减轻家里的生活负担,家长会将多生出来的婴儿或小孩用石就压死,然后埋在厨房。 如果小孩的冤魂被外人看到,家长为了掩盖救杀的事实,只好谎称是做夫同子。 另外,日本古书十方安游历杂记就曾写到,岩首县曾有做夫同子现身的记录。 那时在某户人家现身的做夫同子,口中不断重复说他是从土里爬出来的,这些都代表做夫同子和被救杀的小孩有很大的关联。 其他的说法是,做夫同子是日本的传统妖怪之一,那就是河童,他从居住的河川, 来到人类的家里恶作剧,或者就干脆住了下来,成了做夫同子。 不过也有人认为,他是一种诅咒行为下的产物。 这是因为如果有工匠怨恨某户人家,他就会趁施工的时候,在柱子或粮柱内放入消成人形的薄木片, 之后这个人形木片就会幻化,然后开始诅咒那户人家。 除了住在家里,做夫同子也会选择住在仓库,仓少爷就是生活在仓库里的做夫同子。 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,在原野物余祭祖道,这个神祭祖的家庭会富贵稳定,他的名字叫做做夫同子。 如果你们喜欢这支影片,可以点赞或分享出去,或是订阅我的频道,然后开启小铃铛,才能收到最新影片的讯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